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的各位主创来到台中 好 欢迎前人四一年早婚的各位主创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先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这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来 导演 来 从田岛开始 大家好 我是前任攻略系列的导演田玉生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电影 大家好 我是前任的新成员刘亚瑟 大家好 我是林佳的饰演者于文文 大家好 我是孟云 韩哥 入序太深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延曼兹 是新的前任 哇哦 有新的角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曾孟雪 我是前任寺里面的丁点 欢迎丁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前任里面的王子罗米 大家好 我是幕后 王仲美 大家好 我是支配人周子晏 好 那边还有一位 大家好 我也是幕后 薛刚 谢谢 好 欢迎各位主创 没错 我们都说是看着前任系列成长的 学会爱的 所以这次前任四在上也想问问 林佳和孟云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个涉及到剧情 孟云 要不你给大家透露一下 新的进展就是把她的问题解决了 那女人的问题可是有时候有一点多 对 就是孟云这次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惑 对 又突然对这个爱情不是很上头了 对 遇见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会帮助她很多 所以其实也想问问田岛 田岛曾经说过说一部作品能够陪伴大家十年的时间 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前任四现在又聚齐了一大家子 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 我很感谢我们前任系列的老朋友 这次重新归来也特别 就是喜欢我们现在前任系列的新朋友 比如亚瑟还有朱雁曼兹 他们也加盟了这个 还有没有来了天爱 天爱也在这个戏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戏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靠观众的支持 因为它记录了我们这代人的成长 感情的成长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片名叫《一年早婚》 其实我们也进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所以说面对婚姻的困惑 我们都过了 是吧 好 我们就是面对婚姻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片子里会有一些展现 谢谢大家期待 那我看到所有主创手里都拿了一支玫瑰花 是有什么说法和寓意吗 我其实是这样的 上台之前他们才给我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那就象征着爱情永远热烈 但是能代表至少我们是个爱情片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印象中特别深刻 几年前看《前任3》的时候 一个人去看的 看完了之后走出了影院 当时就有一朵玫瑰花出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看《前任》的时候 应该都会在电影院哭得像个孩子 并且痛惜了非常多的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 我相信这一部《前任4》 应该也会在电影院带给人更多的感动 谢谢 再次催更喽 各位 能不能搞快一点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《前任4英年早婚》 尽快地在大萤幕上和大家相见 好不好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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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新消息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好 谢谢 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影片 谢谢 谢谢 一起期待 谢谢 好 我们剧组一起拍个合影吗 来 我们剧中 导演 好 拿起手中的玫瑰花 中蕾总现在少一朵 好了 好 谢谢 再次谢谢《前任4英年早婚剧组》来 请那场休息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好 请那场休息 好 请那场休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